而圓民會今天則是在圓山飯店 舉辦了足與師資 及專職聘用研討會 而雖然圓民會與教育部 精進足與人才的各項政策 但在都會地區 仍遇到了少數族群師資不足的問題 祖語教師專職實行四年多 改善祖語教師薪資待遇 並建立培育制度 讓投入教學的祖語老師逐年增長 但已過七旬的賽德克族 祖語老師穿玉妹 仍有說不完的辛苦經歷 幾乎我的時間都是在外面跑 獨隊 那野排午休野排 因為我也是很重視學生 一向都把苦水往肚裡吞 卻憑著對祖語的熱情 跑遍新北市有賽德克 祖語教學需求的學校 即便每間學生僅僅各位數 像現在冷冷的天 每天人要騎著機車 跑四所學校教課 只要有心不難 畢竟我這樣跑來跑去 到學校差不多一個鐘頭多 你看看 一天大概會四所學校 這樣大概多少 八個小時差不多滿了 哪裡需要就到那裡 反觀在原鄉地區的 族語老師有枝杰 能透過學校師生整體 對語言的重視 營造良好的族語環境 原鄉都會兩樣情就是因為 原住民族人口逐漸向都市擴張 有了族語學習需求 但駐的分散 族語老師給予交通及時數無法授課 也凸顯失資不足的問題 那總之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教育部的 私培體制呢 結合我們的全國分布在各地區的 這個大選來逐步的給我們的族語老師 再做第三代的這個族語老師的這個培養 號稱族語教師3.0的制度 透過各項族語條件來擴充語言人才 但面對原住民族人口轉型的情形 要如何將教學資源分配均勻 又或是在都市學校中營造族語推動氛圍 都是這個族語教師3.0制度 要解決的問題 女士新聞阿斯伯羅利用 台北市採訪報導 您好 您好